这一个视频咱们来学习盐的水解规律 还记得这张表吧 前四种盐都是强减弱酸盐 水解显减性 所以pH都大于7 但它们的pH值却彼此不同 这是因为碳酸根离子 次氯酸根离子 素酸根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 都能结合水电离的氢离子 促进了水的电离 但它们结合氢离子的能力却不同 从强到弱的顺序 分别是碳酸根离子 次氯酸根离子 碳酸氢根离子和素酸根离子 它们结合氢离子后 分别生成碳酸氢根 次氯酸 碳酸 和素酸 这几种酸的酸性 谁向谁弱呢 咱来分析一下 结合氢离子的能力越强 生成的弱酸越稳定 也就是越难电离 那么酸性越弱 因此弱酸的酸性强弱 和结合氢离子的能力是相反的 当然了 如果已知酸性的强弱 也能判断 弱酸根离子结合氢离子的能力 反过来就行了 由于结合氢离子能力越强 促进水电力的程度也就越大 那溶液中 氢氧根的浓度也就越大 所以碱性就越强 刚好和实验测得的结果一致 搞定 这里你要注意 碳酸根离子对应的酸 是碳酸氢根 碳酸氢根离子对应的酸 才是碳酸 可别搞混了 接下来 咱再分析这俩 强酸若碱炎的PH 为何不同 道理是一样的 氯化氨和氯化氯 电力出的碳酸和氯离子 都能结合水电力的氢氧根离子 从而促进水的电力 使溶液显酸性 那谁结合氢氧根离子的能力更强呢 告诉你 依水和氨的碱性 强于氢氧化氯 所以结合氢氧根离子的能力 是氯离子比氧根离子强 那氯离子促进水电力的程度就更大 溶液中氢离子的浓度也就更大 也就是PH更小 和实验的结果还是一致定 O了 总结上面的规律 弱酸或弱碱的酸碱性越弱 它对应的离子 结合氢离子或氢氧根离子的能力就越强 也就是水解程度越大 导致盐溶液的碱性或酸性越强 概括成一句话 就是越弱越水解 前一个越弱是指弱酸和弱碱的酸碱性越弱 后一个越水解 指的是它对应的盐水解程度越大 那盐溶液的酸碱性也就越强 除了上面的这些盐 弱酸弱碱盐也会发生水解 比如醋酸癌 可以看成是醋酸和氨水反应生成的盐 因此是弱酸弱碱盐 那醋酸氨溶液显酸性还是碱性呢 咱知道氨根会结合水电力的氢氧根离子 但醋酸根会结合水电力的氢离子 都能促进水的电力平衡 由于醋酸和氨水的电力程度相同 因此醋酸根和氨根结合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的能力也相同 最终溶液显中性 那是不是所有的弱酸弱碱盐都显中性呢 当然不是了 比如碳酸氢氨氨 碳根和碳酸氢根也会分别结合水电力的氢氧根离子和氢离子 但是氨水的电力程度要大于碳酸的电力程度 所以碳酸氢根结合氢离子的能力 要强于碳根结合氢氧根离子的能力 导致溶液中氢氧根离子的浓度大于氢离子的浓度 溶液就显减性 这个规律可以概括为 都弱都水减 谁强显谁性 结合上个视频和这个视频的内容 盐的水减规律可以总结为四句话 有弱才水减 都弱都水减 越弱越水减 谁强显谁性 怎么样你都理解了吗 那赶紧刷题试试吧